字幕提供 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 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 我是花之丸 又到了每週一的角色按改清單了 那這一週哪些角色比較強呢 哪些角色被按改呢 就讓我們一起看吧 那首先呢 還是一樣 左邊的梯裡呢 到FW並不代表任何東西 只是單純的軟的改清單而已 那首先要介紹的是羽柱 羽柱在這一版呢 跟上一版比起來 我覺得略為強勢一些 因為這一版有些中鋒角色的軟板 力量感覺比較好推一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體感下來 羽柱這版是可以用的 而且打雙版的時候會有特別的奇效 再來是工程 工程依舊跟上禮拜一樣 已經持續快一個月 仍然耍費 耍費到底 鐵到不行 跟我們小田龍正一樣 鐵到不行 廢到不行 兩個呢 都是鐵到爛掉 但是小田的後仰空位不進的機率 銳微調低 我不知道 我自己體感下來 是他後仰面中率好像變高了 但是拋頭一樣不準 那再來是小田的火鍋 一樣很頂 頂到炸天 基本上小田這一版的軟板球 只有長贏 可能銳微強不贏 高板 其他都是可以瞄強的 那我覺得他的地板球 有事有被削弱 但是還是可以玩 而且面對上禁球陣容的話 搭配上是很好搭配的 再來是工藝 工藝跟上禮拜已經完全回來了 頂到炸天 這版的工藝 甚至可以輕鬆做到二中一的情況 就是那種 所以有先的工藝 他們又回來了 當之無愧的五腦腳 那這一版有些人會選擇 邊淨流 會跑出極流的情況下 用工藝是非常好壓制極流的 一干擾值很高 二頂同性都已經回來了 然後極流又沒有到 很好去做一個封蓋 因為極流如果要貿易的話 二頂 除非隊友很厲害 才可以全補到 不然二頂很容易是會被他出手道的 再來是我們的阿神 阿神依舊是頂 但是沒有上禮拜那麼頂 我認為這一版的阿神 頂頭率沒那麼高 但是 空位命中率還是跟以前一樣 幾乎是90%命中率吧 90%起跳的命中率 但是他的頂頭率 我認為沒有工藝來得這麼高 再來是三井 三井這角色 你猜 曹琪的話 我覺得他的紅色眼乾大概 沒有 還沒回到最強那個版本 以前曹琪的最強眼乾可能 八中一讓工藝八中一吧 但現在曹琪的能力大概只能讓工藝 差不多五中一吧 或是四就要中一了 所以就是把紅色眼乾的小黑 能力沒那麼強 那再來是我們的 老師們 老師們跟余祝斯差不多的訂閱 就不太多解釋 即花的話 如果有再玩了 可以很明顯感受到即花的版 一直在削弱 一直在變爛 即花這一版基本 沒籃圈是不會有籃板的 沒籃圈就一定不會有籃板 除非敵人犯早跳晚跳的食物 不然即花絕對沒有籃板 他一定要在籃圈上 那問題就來了 你即花不可能不帶40粒 你不帶40粒被推爛 但是你帶40粒 你也沒有很好搶 這版的40粒即花籃板沒有那麼強勢 要帶彈跳的 堅強者即花才強勢 但是你帶了 就會導致你沒籃圈 沒籃圈就會沒板 所以這版即花的定位會稍微難玩一些 淨花這一週我是沒有玩他 所以我不敢做定論 但我猜拳下一週 或是下週就要去進階他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淨花 那目前為止我是比較少玩 所以我不能跟大家保證說現在淨花的水平到哪 內藤一樣很OP 地板球籃板球什麼都很強勢 唯一值得奇怪就是他的灌籃 我認為有被改 灌籃現在真的很好貌 基本上除非你不會冒他 不然現在光頭的那個灌籃是非常好蓋的 我認為是可以冒1.5幀數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腳田 腳田籃板依舊有被提升 但是不能帶立板 只能帶彈板 有一次帶立板的話 誰都可以推了你 所以帶立板沒有 我還建議腳田帶我們的彈跳板 那彈跳板的話也是可以做檔拆的 而且很好到 長硬的話依舊登頂OP 鬼才般的存在 可防可攻可籃板 沒人打得贏 這版誰會玩長硬誰無敵 極猴一樣老問題會拐腳 但是他的頂頭命中率增加了 沒有錯 這版的極猴的頂頭命中率超級準 跟我們的極限一樣 極限跟老極猴這一版的頂頭命中率 我認為超級準 很多人玩極限一樣是老問題 是自己不會算機器球打 導致於他極限不準 不然我覺得極限跟極猴這版是一樣準的怪物 他的後仰是正上軌道不行的怪獸 那極猴呢 我覺得這一版頂頭命中率有被嚇滑 我有被嚇滑了 是蠻嚴重 但是中頭命中率 控衛命中率還是很高 幾乎是180進 但是他的頂頭命中率沒來那麼高 不知道是因為玩極猴的時候剛好遇到公益的情況下 才會導致這個結果 我不太確定 但我認為沒有遇到公益的情況下 應該還是可以有效的把球頂進 極猴的話依舊OP 但是這邊注意一下 淨流的後仰已經怪怪的 就是他的控衛後仰命中率 命中率已經偏低了 可能原本98%控衛都會淨 他現在可能到80%會淨而已 他的控衛打鐵中頭率變很高 我不知道為什麼淨流 我上一週以為是我黑臉 後來發現不是 大家都一樣 這角色目前的中頭控衛命中率有被改低 但是頂頭依舊準 但所以他還是很強 老仙的話一樣基本綁定螢幕空間證 但由於平鷹的籃板競爭值變很高 這版的平鷹啊 小田長一是我認為籃板競爭最高的三位球員 尤其是平鷹的波板 那平鷹的波板超久 他可以1強2 請問下再配上老仙空間證的把防守拉滿 是一個很有效的一個空間陣容體系 所以我覺得平鷹這版跟老仙是很好用的搭配 那老仙之後也會進階 但是還要很久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木木的話三分球 我認為中頭變準了 頂頭也變準了 他的三分球變得有點提高了 但是我覺得他的火鍋慢冒增速沒有那麼好 不知道是不是有問題 我覺得他木木的跑速還是有點偏慢 他的慢冒增速很容易吃系統臉色 那我覺得他的三分空位中頭變準了 大家可以玩一下 長谷川的火鍋 相較於上個禮拜 我認為有回來很多 甚至可以做到慢冒的動作 非常非常是噁心 那缺點就是大家都已經熟悉長谷川的玩法了 所以很容易很難去在裡面偷到一球灌籃 剖開自己的基地球 只能靠對方失誤啊 或是拐腳之類的 那怎麼樣找出空檔就要跟長谷川自己的判斷了 再來是藤真 藤真呢 可憐啊 中頭可悲三分球 稍微回來一點又被下修回去 藤真基本上這板報廢 而且會玩的人一定玩進流直接踩死藤真 藤真基本上這板是完全沒有任何發揮空間的 阿牧呢 一樣跟藤真一樣悲慘 但是阿牧感覺還比藤真好一些 因為還有防守能力 接下來是我們的福田 而且藤真最麻煩的是我們的那個超級能力有被下修 所以沒有到一套超級 福田的話左右兩側的上籃有稍微被上修回來 所以可以玩 但是只能虐菜 只能這麼說 高砂藍板有點下修的趨勢 這板有點像是高砂要帶力量板 我上一板是彈跳板 這板高砂力量板稍微強一些 高砂的板還是一樣跟之前有五五開 那檔菜能力依舊搶是配鏡流會有特別的奇效 還有配我們極限的話可以打一個高限制 而極次的話依舊OP還是老問題 兩層之前都不太好打這些傳統硬板 像是我們的極花 像是我們的魚柱 都是在前期很好做壓制極次的動作 只要極次還沒開滿兩層光 那由於現在大家都會守鏡流的關係 所以鏡流的會板都會被拆死 如果高板的情況下極次沒有拿到藍板的話 是不好做開光的 因為他也很難有助攻 所以我認為這板極次最麻煩的就是 你要想辦法開到兩層光 兩層那個藍圈 藍鄉這板跑出太慢我就不討論了 五代的話一樣會有徹頭自慢出的問題 但是這板五代的點頭命中率 還是跟之前一樣高 他的蜜月期還是太長 他唯一下去就是他的中投空位命中率 我認為這板的五代中投空位命中率 跟藤正是一模一樣的 基本上第一球的空位命中率不高 大概只有50% 大概只有50% 之前可能到八球是 而且他的機制球命中率也隨時變低了 我認為五代中投被下球 但是三分球一樣很頂 那其他角色就比較不會上場了 五代中跟以前的老問題 球輸了去 但命中率被下滑 大概四中一三中一吧 那其他就要看五代中自己的靠賽程度了 那其他角色就比較不會出場 就不多做討論 那這一週的角色暗改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囉 但是咦 也許可以進一步 真正 可以進一步 於是 到美